在孟华路去有风的地方相继爆火后 刘亦菲的新剧《玫瑰故事》 自然也是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随着近期更多的物料发布后 更是频繁引发热议 在此前首发海报 一众主演亮相 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围观和热议后 今日《玫瑰故事》的拍摄路透曝光后 刘亦菲的全新造型 以及与男主之一的霍建华 再度同框的画面 更是再惹热议 众所周知 电视剧《玫瑰故事》 是以女主的一生为主线 讲述了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所遇到的不一样的感情经历的故事 因此作为女主的刘亦菲的表现 无疑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事情 颜值出众 演技自然纯熟的刘亦菲 在此前剧照里的少女时期 再到中年的状态 演绎的都非常精准 而这次曝光的《在路透》中 刘亦菲也是与此前剧照中 有着全然不同的造型 褐色的头发 看起来有点像中式的旗袍 整个人也是婀娜多姿 作为男主之一的霍建华 也是女主四段感情之一的主角 同样是颜值演技兼备的霍建华 对于角色的驾驭和代入 也是非常优秀 此番在《路透》照中 刘亦菲和霍建华的胸前 都别着礼花 看起来有点像结婚的场景 两人的同框也是足够的养眼 尤其是霍建华对着刘亦菲说着什么 刘亦菲带着笑意的画面 也是非常的甜 俊男美女也是非常的般配 刘亦菲是娱乐圈里 大家都喜欢的美女 这两年她主演的《孟华路》 去有风的地方 都引发了追剧热潮 刘亦菲目前正在拍摄都市剧《玫瑰故事》 又带来了超级亮眼的主演阵容 刘亦菲的新剧《玫瑰故事》 很早就开始预热了 官方终于发布了第一波剧照 他们单独拆开 都是当男女主的咖位 没想到都汇集在了刘亦菲的新剧里 除了那些证据外 其他类型的剧 恐怕很难有这么多实力派奇剧 刘亦菲的古装和现代都很好看 虽然一些人觉得她不够瘦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重要是刘亦菲的状态 眼神清澈 脸部饱满 没有疲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饰演的黄亦菲 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大小姐 一生兜兜转转 遇到邂逅过好几位男人 爱情事业两不悟 不过剧版增加了一位小奶狗 而在原作里面 黄亦菲最后遇到的是罗德庆 看来剧版删掉了这个角色 女主黄亦菲的哥哥黄振华 由实力派演员同大为饰演 她是名校毕业的建筑师 风度翩翩 严谨理性 和苏更生应该是一对 有黄亦菲这么漂亮的妹妹 黄振华自然是个十足的魅控 在这部《男神云集的玫瑰故事》里 林更新的状态没有没有让人失望 清爽的和男大学生一样 她饰演的角色是方协文 是黄亦菲温和憨厚的丈夫 出身平凡 性格温和 和黄亦菲过了一段平凡的的日子 后来离婚告终 庄国栋是黄亦菲风流倜傥的初恋 由彭冠英饰演 庄国栋长相英俊 充满了书卷气息 还曾经留学法国 不过因为原生家庭 导致了她以事业为重 在爱情和事业的抉择里 放弃了黄亦菲 成为了一生的悔恨 《玫瑰故事》里 最让人心疼期待的角色 无疑是霍剑华演的傅佳明 这个角色是黄亦菲的灵魂伴侣 两人有很多话题 可惜相遇的时候却太晚了 傅佳明内敛淡然 品味高雅 在艺术方面很有造诣 遇到黄亦菲的时候 却突然身患绝症 两人开启了一场 向死而生的爱情 成为了最幸福的美好回忆 看到《玫瑰故事》 官宣的阵容和剧照 除了刘亦菲这位大美女外 还有万倩珠珠 陈瑶等女神加盟 这么多高颜值的演员 明年又有好剧可以追了 对观众的眼睛很友好 近日 由刘亦菲 阮晶天主演的古装剧 《三生三世枕上书》 即将迎来大结局 而在这部剧即将收官之际 刘亦菲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感谢剧组所有人 展现了她的亲和力和细心 与导演和剧组成员 关系深厚 受到大家喜爱 而在这则感谢信中 刘亦菲还特别提到了一位 剧组成员 就是彭冠英 她不仅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 还在现实生活中 送给刘亦菲黄玫瑰 并写卡片 展现了细腻的心思 也让人对她的表现更加期待 在这部即将收官的古装剧中 刘亦菲饰演的白浅一角 可谓是深入人心 她不仅在剧中的表现 备受好评 还因为这个角色与观众 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 因此在剧集即将结束之际 刘亦菲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感谢剧组所有人 包括导演 编剧 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演员 展现了她的亲和力和细心 也让观众看到了 另一个真实的她 从感谢信中可以看出 刘亦菲对整个剧组的付出和努力 都看在眼里 她还特别提到 在剧组中收获了很多的友谊和温暖 这也让观众 对剧组内部的亲密关系 产生了很大的好奇 想必在拍摄的日子里 刘亦菲一定和其他剧组成员 有着很深的默契和友谊 才能在工作之余 还能保持这样的良好状态 在感谢信中 刘亦菲还特别提到了导演林玉芬 她表示自己很庆幸 能够在这样一部好剧中 与优秀的导演合作 也很感谢导演在拍摄过程中 对自己的指导和帮助 可以看出刘亦菲和林玉芬的关系非常好 不仅是在工作上有着很好的合作默契 还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 能够有这样的合作机会 对刘亦菲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和机遇 除此之外 刘亦菲还在感谢信中提到了其他的剧组成员 她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团队 也很庆幸能够在一起共同创作这部作品 可以想象在剧组的日子里 刘亦菲一定没有任何的明星架子 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保持着谦逊和亲和的态度 与大家和睦相处 这样的她也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在刘亦菲的感谢信中 除了提到整个剧组之外 她还特别提到了一位剧组成员 就是彭冠英 她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而在现实生活中 彭冠英和刘亦菲的关系也非常好 她还在收官之际 送给刘亦菲黄玫瑰并写卡片 展现了自己的细腻心思 也让刘亦菲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祝福 这样的举动也让网友对彭冠英的印象大大加分 觉得她不仅在剧中的表现很出色 现实生活中也是非常有心的一位演员 能够和刘亦菲有这样的友谊 也一定是在剧组的日子里 有着很好的合作和互动 相信在之后的作品中 彭冠英也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收获更多观众的喜爱 通过这则感谢信 可以看出刘亦菲在剧组中 的确展现了非常好的亲和力和细心 无论是与导演的合作 还是和其他剧组成员的相处 她都能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也收获了很多的友谊和温暖 相信这样的人格魅力 也是她能够长红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谢观看